正史中真实的关羽 一 历史上并没有刘关章桃源三起义 正史中 关羽是因犯罪逃离家乡流落至卓郡的 当时黄金起义爆发 刘备在卓郡组织起了一支义语军 而关羽和张飞都加入了其中 从此 刘关章三人的感情 好到连睡觉也要睡在一起 二 在小说三国演义 关羽水淹七军中 关羽蓄水 然后进行了决堤水工 其实在三国志等正史记载中 关羽既没有蓄水 也没有决堤水工 而是因为自然水灾导致了汗水一灵 使得于晋等人被水灾困住 关羽趁机乘船而攻 庞德连同于晋全军覆没 而庞德誓死不详 最终为关羽所杀 数十年后 庞德之子庞慧 随忠慧更爱法蜀 破蜀后 庞慧找到了关羽的后代 并将其全部杀害 算是报了护仇 三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 华雄是被关羽所杀 正史中 华雄是孙权的父亲 孙杰斩杀的 而炎梁确实是关羽斩杀的 但小说三国演义 只保留了 亲斩炎梁的关羽之勇 而忽略了 辩定圣局的寻忧之谋 还有文筹也是中了 寻忧的幼敌之计 死于乱军之中的 并不是关羽所杀 四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 关羽是关羽的义子 正史中 关羽是关羽的长子 关羽与其父关羽在麦城 一同被东吴所擒 最后一起被斩杀 除此之外 关羽还有次死关心 关心多次参加诸葛亮的北伐 并在诸葛亮第六次北伐前去世 关羽还有一女关世 孙权曾为子求婚于关羽之女 但遭到关羽所拒并有骂来世 五 刘备和曹操联合 围攻吕布余下批使 关羽因妻子无法生育 就找到曹操说 希望成破之后 可以迎娶吕布布将 秦一路的妻子 故事 曹操爽快的答应 成快破时 关羽又多次跟曹操说这件事 曹操也随声复合 结果成破之后 曹操却先下手 将度是站为己有 六 在小说三国演义 单刀附会中 讲的是关羽一人单刀附会 正史中 中午鲁肃邀请关羽 到约定地点会谈 谈判前 鲁肃的部下担心 对方会设下红门宴 不同意鲁肃冒险去见关羽 但是鲁肃从大局出发 毅然决然的去见关羽 期间 双方都是指代单刀前来 七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 关羽请华佗为其刮骨疗毒 而他在一旁 与马良从容下棋 正史上 为关羽刮骨疗毒的 是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医生 因为此时 华佗已经去世多年 八 过五关斩六将 其实也是三国演义作者 罗冠中杜撰出来的 正史上 关羽离开曹操后 只说他与兄长刘备会合 当时 曹操的部下 要发兵追赶关羽 曹操回答说 各位旗主 不必追赶 当然 很可能各地的守兵 也有自行拦截关羽的 关羽或许也经过了一些 小规模的战斗 九 大家很少知道 关羽的父亲关羽 关羽是一位有名的孝子 在父亲关婶去世之后 关羽在父亲的墓旁 建立了房屋 为其守孝三年